快速充電的部分在我們車子的左側 中控所解開 用壓一下就可以彈開了 右側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慢充的部分 不像一般加油 只有一邊可以用 這台電動車左邊右邊都有充電孔 插上充電裝置 充保電沒問題就能上路 電動車在充電的時候 顯示儀表板就會出現這樣子的图示 而至於在車上其他內裝 跟其他款式是差不多的 電動車勢必是未來的趨勢 從銷售數量就可以知曉 在2021年的時候 純電動車的銷售掛牌數量 是來到了7001台 跟前一年2020年比起來 是增加了7.42% 隨著全球對環境 與氣候變遷危機意識抬頭 電動車在各國早已見受重視 儘管目前電動車價位 仍高於燃油車 但許多國家已經設定了 階段性政策目標 扶植電動車相關產業發展 而相較於其他國家 台灣的腳步有跟上國際了嗎 從五年前的2017年 大概是1萬台左右的一個水準 成長到去年2021年的 6萬8千台的一個水準 其實我們車廠來講的話 是樂觀其成 不過目前現況來看的話 因為這個電動車 它充電上的一個需求 比方說電的來源 或者是到時候這個電池的一個 最後廢棄的一個處理 這也是政府可能要這個 比較積極來進行的一些課題 另外也包括 是不是可以大家都買得起 因為目前電動車的平均單價 都大概100多萬以上 就是對一般大眾來講的話 可能比較有一些那個 最實際的第一關問題 買電動車多少錢 根據英國汽車保險比價網站 針對全球各地區購買新車價格調查 若以電動車特斯拉Model 3為標準 以新加坡 以色列瑞典賣最貴 而台灣售價165.49萬 也在榜單內排名第八貴 連紐西蘭英國都還比較便宜 有一些車款 他們有在努力的 讓電動車的價錢變低 但因為台南市場其實還是偏小 所以呢 就是考慮到其他車款 如果相同性能的 可以賣得比較高 那為什麼賣得比較低 市場的大小的因素 造成整個車價會往上盤升 進口條件上面 我想就是關稅 這個還是一個因素 還有台灣的那個驗車的法規 那這個都會讓 就是車輛進口的成本增加 那也會讓一般民眾購買的 消費也會變多 儘管如此看準趨勢 跟著走還是不會錯 各家也來搶佔電動車大餅 科技大廠鴻海 為美國電動汽車製造商 代工生產的電動車 已經在美國正式開放預購 售價不到3萬美元 換算台幣不到100萬 比特斯拉平價車款 Model 3還要便宜 預計2024年交車 而這定價幾乎打趴 所有汽車製造商 只是除了價格門檻 就是你不用換機油啊 不用 有很多的服務是不需要這麼麻煩的 但是呢 再來就是 如果大家全部都是電車了 那夠不夠 電夠不夠用 或者說大家是不是會搶電裝 儘管美中上游不足 但世界潮流在走 不管是價格面還是基礎面 電動車已成了最大公約數 台灣也得加緊腳步 提取新聞 鍾德榮從越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